DNC2012 ICT P1A MC第十七题 一题刚刚少过一半的考生来答对 这题是问关于computer hardware 要更新电脑的RAM 由DDR2 2GB 667MHz的RAM 改变DDR3 2GB 1333MHz的RAM 题目说明DDR3的RAM的Data Transfer Rate是高一点 所以这样才叫做Upgrade 即高一点的Data Transfer Rate 这样才值得Upgrade那个RAM 当我们要做这个Upgrade的时候 我们应该考虑什么的Feature 即是什么的因素 Mutterboard Design 底板设计 CPU Computational Power Power Consumption 即是耗电量 D就是ROM的Size Read Only Memory的Size 如果我们看看那些桌面电脑 或者Notebook电脑用的RAM 那个外形 这个是DDR DDR2 DDR3 现在都出到DDR4 记住 因为当年的题目是2012年 都是出到DDR3 现在我拍片的时候 已经是2022年了 所以十年之后 基本上世界都是不同了 但是你会留意到 这里这么多代的DDR RAM 它们要插入底板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洞要留意的 就是这个 大家看到 这个洞的位置 我们叫做一个Notch 扣到Mutterboard的时候 一定要对一对这个洞位的 我们可以参考这张照片 我们将要插入Mutterboard 这个RAM的槽 这里有一个突出的地方 刚刚要对正这个Notch 所以我们用哪一款的RAM 必须要图一条RAM槽 RAM Slot 这个我们叫做RAM Slot 是Compatible才可以 当然这件事 亦是跟整个Mutterboard的设计 是扣连在一起 简单来说 由DDR2 Upgrade 变成DDR3 那么RAM槽 或者Mutterboard 基本上 你要换了它 或者你改Mutterboard 所以这个答案 当然会是A for Apple Mutterboard Design 是我们要考虑的东西 当然网上我都见过 有些RAM的Adapter 比如由DDR2转DDR3的时候 加上Adapter 可以给你插入Mutterboard 但是因为我拍片的时候 这个时刻 我都没有实测过 即是实体测试过 即是实体测试过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 所以这个时刻 我都比较难判断 但是无论如何 BCD都肯定不对 比如CPU的Computational Power 和RAM插入的位置 都没什么关系 另外和Power Power都没太大关系 C 另外D ROM Size ROM主要是用来储存 电脑boot机 即是boot up那些program 跟Upgrade的RAM 都是没关系 3 2 感谢观看